有人開炮 兄弟一定會上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就是上去就揍了 血跡方盪 那幾個人揍他一個 大約有 五十七個吧 七個 然後因為還沒滿十八歲 監護也要站後面 所有家長站後面 他爸站後面 因為我爸過世了 然後我爺爺站後面 我爺爺就流眼淚 就是說我爸很早過世 然後是他沒有教好 他希望法官重新量心 就是讓他帶回去好好教 真的講下去還得了 對 他就拜託 他說我可以跟你下跪 有沒有一起打過架 其實有一次還滿嚴重的 真的假的 跟誰打 我們有一次一起去夜遊 夜遊還是廣告示禁 因為以前有人找我們示禁 廣告示禁 然後去木炸 我們騎車 那這韋式牌什麼都騎 但是韋式牌有另外一個 就是用擋煞 因為二手車那個 你如果不加擋煞的話 根本煞不住 要用擋煞 擋煞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剛好在高架橋那邊 有兩節式的紅燈 然後已經要黃燈變紅燈的時候 照理講我們男生就會 直接過去就算了 因為還有一點時間 然後前面那台車就緊急煞車 然後拍你撞到 撞到以後一直跟他會失禮 就拍賊... 然後那個人下來就有九位 然後一直幹掉 就罵髒話三字子 你們流氓啦 他到地上騎啊 他被撞倒 他就看一票嚇到 你們流氓啊 一直講 然後我朋友 我朋友他就也很氣 然後已經一直對不起了 然後就看著要怎麼樣嘛 結果他就一過去 他就一直罵... 然後我朋友過去就... 就已經趴著了喔 我們後面的人才到 衝他起來了 然後他被撞起來就開始一直打 有人開砲 兄弟一定會上嘛 你們應該也是這樣 就一有人開砲就會上去打 結果重點打到誰 你報告一下 後來就是被寄到車牌 然後後來原來那個人緊張 立法院駐衛警啊 然後我們就很糟糕 然後就很內疚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就是上去就揍了 血氣方盪 那幾個人揍他一個 大胃有... 7個吧 7個 7個 沒有... 像圍歐 對 圍歐 圍歐一枚罪漢對不對 可是那很過分 他一直罵 只是一開始把你們調起來就對了 對 然後打完以後就去嘛 被寄到車牌 然後全部就叫出來 因為我朋友還蠻乖的 說有幾個人啊 他說不好 有劉賢敏沈澱的問題 嚇到那種有沒有 全擺 小孩子被警察全擺出來的時候 有人寄到喔 我們全部都知道你們有誰喔 因為我曾經問過你朋友 因為他套話 沒有啦 主謀是誰誰誰的 去傻 然後我們就去少年法庭 真的喔 我們五個六個就被靠在一起 所有人就這樣靠在一起 這麼嚴重喔 然後靠的時候 然後因為還沒滿18歲 監護也要站後面 所有家長站後面 他爸站後面 因為我爸過世了 然後我爺爺站後面 然後他法官要宣判的時候 就先問說 陳爺爺 我現在要宣判了 你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因為我那時候我爸不在 我一直很內疚 因為我其實不是想打 你知道嗎 就是朋友上去 跟著不上的話 到時候我就被罵 對 那一定的 一定會這樣 然後我爺爺就流眼淚 就說 我爸很早過世 然後是他沒有教好 他希望法官重新量新 就是讓他帶回去好好教 真的講下去還得了 對 他就拜託 他說我可以跟你下跪 就講那種 然後我在前面已經哭了半死了 爺爺也哭 然後哭完以後 好 那劉伯伯 你有沒有什麼話來講 他爸講說 該判的又判 沒有 然後我爺爺也哭半天 然後一講該判的又判 然後 哭腔了 中寶該怎麼輸 我剛好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伏伯算是那種 比較嚴厲那種 很認真 你做錯就是做錯 就牛脾氣就對了 牛脾氣 一講這個全部有沒有 你就看前面五個 黃金五寶 對 然後他爸就說 該怎麼判就怎麼判 也不要輕判這樣 也不要輕判 也不要輕判 對啊 因為他爸很嚴格 從小對我們也很嚴格 你們被判 我們保護管術 你們還有保護管術 還沒成年嗎 有兩個進去了 有兩個進去 幹嘛 就是 哨 北關 真的喔 趕話就對了 哨 年光護術 他是超過18歲 對 他們超過18歲 然後進去蹲了差不多 一陣子 蹲 一陣子 一年 沒有 一個月啦 然後後來因為 庭外和解啊 因為他們 就是要錢嘛 對啊 我們 後來也是付了一些錢 然後 從那件事開始 就 下定決心 要好好的 打籃球 那些人 有一個人 都要去 都要去